我们继续行走杭州未来科技城 在这里除了海创园 梦想小镇 人工智能小镇之外 还有一片区域属于直播电商产业基地 网络直播 顺应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现在被更多的人了解熟悉 我们走进遥望直播产业园 其实我们这里一共是三万两千方 三万两千方 但是我们自己的话 就是楼层的话一共是二十一楼 二十一楼 我们整个格局的话 其实是上面一部分 大概百分之五十 是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和弹幕的地方 但是我们下面一部分 是我们的是品牌馆 大概也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那所谓的品牌馆是什么概念 就有很多的品牌 它会露注到我的基地 就是我的基地以后 然后它在我的基地里面开品牌馆 同时也是展示产品 同时也做直播 因为杭州 因为它有这个阿里巴巴的存在 它其实是一个电商之都 那电商之都的话 其实它孵化出来的电商能才很多 那MCN机构的话 很多一部分 是做它的这个带货 方健告诉我们 简单地说 他们的平台可以签约主播 孵化主播 而主播主要任务就是卖货 他们同时也为品牌方服务 帮助他们备好商品 提供仓储物流快递服务 走进播主 隔六亿的直播间 屋里的工作人员 都在为晚上的直播做准备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带货直播 但是我们把第一次的带货直播 我自己的第一次带货直播 定义为公益直播 因为你也看到了 我们面前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 日用品和一些食品 都非常便宜 然后也非常实惠 这些想卖给我们的网友 同时把所有我们 这一次带货所得的收益 都捐给免费午餐 公益基金 大家都知道 由邓飞老师发起的免费午餐 去帮助更多在山区里的孩子 能吃一顿好的午饭 是这么一个出发点 方简说 疫情期间 各个直播平台 都举办了很多助农活动 通过利用主播的人气 帮助边缘地区的农民带货 将一些滞销的农副产品卖出去 现在平台还会经常举办 这样的公益活动 葛六一是杭州电台的主持人 这次直播带货 对他个人而言也是一次转型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种 从传统媒体 然后到新媒体的这种跨界的合作 对你个人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绝对是现在这个时代下 因为我们杭州温广集团 跟央视其实也在合作 国家短视频基地的这么一个项目 我相信你也了解 那么在未来 无论是新媒体 无论是直播带货 还是短视频都将是我们传统媒体 走向新媒体转型的一个必须得经历的过程 因为传统媒体本身就是一种公益性质的存在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属性 带到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市场当中 来做更多的公益 发挥传统媒体在传统这个概念当中 它所发挥的这个功效 疫情期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主持人 都在直播上为湖北带货 这种实体商品交易 与互动直播融合的形式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消费 也提升了用户的消费体验 记者王靖 您好 你坐好 那我坐 是吗 可以吗 好 谢谢 你坐 你坐 好 我如果是再靠近一点 就进入你的直播间了是吗 李轩卓也是遥望的签约主播 现在他正在直播 祝农四川梁山 帮助他们销售苦桥茶等农副产品 这个茶是个什么茶呢 它是一个四川大梁山的苦桥茶 为什么说推荐这个茶呢 这个茶就是说 直播间有这个三高人群的 你扣个一我看一眼 李轩卓在直播平台上 有比较高的人气 在疫情期间 他积极参与爱心众农活动 还参与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搭把手为爱买买买 助理湖北直播活动 很多地区的农户产品 它是处于滞销的状态 对 我们平时一直都是卖货 卖货卖货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突然就是说 可以通过短视频 包括我们直播 说是可以助农 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当时也自己没有想到 到底它有多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去尝试了一下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 是在云南卖红米 红米一下卖了3100多斤 那这3100斤的红米 它代表着什么呢 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讲 相当于他们一个村子 一个月的销量 对 那你用了多长时间 15分钟左右吧 15分钟 对 因为我当时和他连麦 讲完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直播间的人 也是特别有爱心 我发现他们的力量 是就很团结 那种特别感人 所以说让我印象也很深刻 在这个时候 我也感受到了 这个互联网平台 包括我们这个职业 它的力量所在 我也感受到我自己 比如说在社会上的价值 李宣泽说 这样的助农活动 既帮助了当地的农民卖货 也让他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疫情期间 他和身边的播主 每天都会参与助农活动 大家万众以心战胜困难 方健2014年在蔚来科技城 开始创业 他说杭州是一个 很有创业氛围的城市 最早的时候 我们2014年在这里创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有办公的地方 都不需要钱 你包括物业费都打八折 宽带都免费 另外办公室里面的桌椅 其实都是有的 都是政府提供的 政府决心非常强 然后最早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它都是钱 都是地 它们这些高楼是没有的 都是这几年盖起来的 一个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头 另外一方面是基于 杭州这个城市 它有创业的氛围 包括阿里巴巴在这边上 其实每年有很多人才离职 离职以后 完了以后 它就进行自己创业 或者它去别的公司 做一些管理层的业务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它就孵化了很多人才出来 很多精英出来 方剑说 杭州电子商务公司 全国最多 主播数量全国最多 除了有阿里巴巴 这样知名企业的带动外 杭州这座城市 看重人才 并通过各种政策 留住人才 政府这里 它每个园区 它是有特定的产业的 那它对每个产业 它提供了不同样的政策 我们这个产业 我们是按这个 主播带货的能力 然后主播带货能力 你只要年超过5000万 就可以评为这个国家壁列人才 相对应的 去对应这个壁列人才里面 它会政府有哪些条条框框的支持 它是非常清楚的 白字黑字写在那里 对 也正因为如此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创业者 精英人才 留在杭州 也许他们并没有很高的学历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所突破 这个城市就会为他们敞开大门 作为运河水路交汇的重要城市 杭州自古以来开放 包容 汇聚着全国的有识知识 运河边齐取各种商铺 手工也作坊 如今运河边高楼大厦林立 各种产业园区依运河而建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 在杭州创造梦想 实现梦想 夜幕降临 我们设置组沿着运河水路 来到乾塘江北岸 这里是杭州的乾江新城 在这里能看到杭州的未来 我们登上游船 沿乾塘江看新杭州 自古以来 就是杭州人民 就是对水的驾驭 跟水的相处当中 这座城市才诞生的 对江的驾驭 几乎延续了一千多年 一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才最终完成 所以使我们的乾塘江 才可以行游船 那么这是一方面 第二呢 就是还有一些水从哪来的 除了海之外 天木山的水 对杭州的影响很大 流进到平原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古人 就五千年前 梁祖的仙明 就住了一道堤坝 用这道堤坝 把调息的水 引向了太湖 引向了太湖流域 于是就形成了 太湖流域的文明 也就是我们江南的文明 可以说江南的文明 离不开水 同时杭州这座城市 也离不开水 水造就了杭州的地理环境 也造就着杭州人的性格 这座桥是前江三桥 前江三桥是什么售建造的 90年代 光桥梁的话就有石来做 那么还有我们的过江隧道 但是我认为比较可贵的是 我们保留了一个交通遗产的轮渡 我们都认为轮渡可能没人做了 造了十多座桥 但是我在现场去看了以后 发现我们的轮渡还是很有市场 我们也认为就是前塘江 是我们杭州的母亲河 那么还有一条父亲河 是我们的运河 最大的一个气质版 我对杭州最大推动的 从这几年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G20峰会 那么通过G20峰会以后呢 杭州无论从软件和硬件 方面就是更向国际化迈进了一步 那么同时包括我们这条船的诞生 也是因为G20把杭州的灯光秀 打造起来了 那么江上我们的这档灯光秀 最佳的一个清爽试点 它其实应该是在江的中间 所以说我们有了这条游船 从围绕西湖发展 要变成雍江发展 过去杭州依靠水系与外界相连 如今这座城市依水发展 开拓更多的空间 前江新城 现在已经成为杭州新的中央商务区 杭州市政府也迁到此地 对于很多老杭州人来说 杭州的变化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看到我心都别别跳 蹦蹦蹦蹦跳 我是杭州生杭州大的 在这里70年了 牧师 为什么 我在这里做看样 我好像是在现金一样的 这好像是欲语穷柔 我都不相信这是我们杭州了 真的 您是觉得杭州的变化太大了吗 太大了 一天日新月新 一天大一个生活 杭州它是一个非常市民化 市民化 一个城市 吃喝玩乐 对生活的这种品味 都是非常艰辛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所以它当然从现在来讲格局大了 原来是一个农业城市 或者是消费城市 现在变成一个生产型城市 但无论怎么变 它的这个气质还是不会变的 水座的杭州欢迎你 水座的杭州欢迎你